教室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玲玲 今天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教室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教室 因为我一年级都没有学过 可是我妈妈用了最简单的办法 跟我讲什么叫教室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有教室的 这些教室呢 是可以把我们吃的食物 变成能量跟营养 而且还可以把必要的东西排出来 可是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 这些教室都会慢慢没有掉 我妈妈讲 人就很像灯泡一样 教室就像电一样 有电灯才会亮 没有电我们就是不亮的灯 可是我妈妈讲 这个教室会睡觉的 如果你每天吃McDonald跟KFC 抽烟 喝酒 喝汽水 每天夜夜睡 环境忽然 这些都会弄到教室睡觉 如果教室睡觉会怎么办呢 就会令到我们肥 消化不良 我们的能量 会慢慢没有掉 如果你不想 这些在你的身上 你就要吃很多很多的蔬菜跟水果 我妈妈讲 我妈妈讲 一天最少要吃五样蔬菜 可是 我一天 只是吃三样而已 这样子就不是不够咯 妈咪怎么办 不用怕不用怕 我们有Zankoso ball 妈咪我也吃过Zankoso咧 不是Zankoso 是Zankoso ball 妈妈 什么叫Zankoso ball 以前你吃Zankoso的时候 是液体的吗 拿汤匙吃的 对不对 呃 现在它是一粒一粒的 然后可以拿来咬 很好吃的 是不是很像巧克力样 它的样子像巧克力 可是它吃下去 不是巧克力来的 可是哈 这个ball 可以吃到多多种菜吗 当然可以啦宝贝 它里面有98种蔬菜跟水果 而且它用了八年的时间来发酵 哇 八年 就不是比我还大咯 我才七岁而已咧 对呀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精华在里面 这样子有什么特别咧 它的特别就在于 它的水果和蔬菜是来自巴西跟日本 日本是不是我们去Disneyland的地方 对对对 你记不记得你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吃的水果 好不好吃啊 记得很好吃很甜的 对呀 因为日本是火山地带 所以它的土呢 是非常有营养的 那种出来的水果蔬菜就会很好吃啦 那巴西是什么地方 巴西是一个离开我们很远的一个国家 它也是一样有很多火山的嘛 不是 它是一个热带雨林的国家 而且它的水是来自山上的泉水 经过2000多米的岩石过滤过的 蛤 过滤了又怎样 过滤了的水拿来种水果 种蔬菜 就会变得很有营养咯 哇 这样我们吃 就不是有很多很多很多营养咯 对呀 而且这个Zan Kosovo 有很多你没有吃过的蔬菜跟水果呢 就比如巴西蘑菇 我每天都是有吃蘑菇的嘛 可是这个蘑菇不一样 它是来自巴西 可以帮助我们活化免疫系统的 可是吼 那些水果这么大 怎样变成一个波波这么小 他们用了日本的技术把它压压压 压到变成一个波波那么小咯 这样子弟弟可以吃Zan Kosovo嘛 弟弟都每天讲他肚子痛 可以啊 肚子痛更加要吃 吃了的话就可以帮他改善 他不会再肚子痛咯 这样波波公公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啦 这个Zan Kosovo给谁都可以吃 什么年纪都可以吃的 哇 妈咪叫你去快点买咯 我要吃了 OK宝贝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的观看